香港民众示威一直继续 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而港府似乎也一直没有退让的迹象 最多就是以对话、民声等其他手法或议题 来淡化回避民众的抗议焦点 就在香港民众计划本周末进行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之前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登上广播节目 支持警察使用武力 经过一周的相对平静之后 周日的游行将考验民主运动的力量 尽管警方宣称集会是非法的 但组织者誓言集会会继续进行 一直以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与警察针锋相对 并自发举行群众集会 这些行动通常一开始是和平的 但在夜间却会变得不和平 香港目前局势的诱因是一项现已撤回的提案 该提案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和澳门 一个香港人被指控在逃回香港之前 在台湾谋杀女友的案件催生了引渡条例 星期五傍晚 这名因洗钱在香港被判入狱的男子陈同佳 写信给林郑月娥说 她愿意为涉嫌在台湾犯罪而到台湾投案 林郑月娥星期六接受香港电台的采访时说 可以为陈同佳一案结案是一种解脱 面对人们谴责警方的手段 林郑还说警察恰如其分地使用了武力来处理抗议活动 是对抗议者做出的反应 自6月开始的抗议活动升级以来 已有2600多人被捕 此后抗议者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反对引渡法案的范围 港人抗议的主要目标是 北京正在侵蚀英国1997年把香港归还中国时所给予的自由 但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控 并谴责美国和英国等外国势力煽动和支持香港的抗议活动